戴上耳环把自己变得漂漂亮亮 心情好 但高雄一名22岁女子 却发生耳洞把耳环吃掉了 原来她10个月前去穿耳洞 之后就一直戴着耳环 但3个月后 她发现左边耳环不见了 一压耳垂就痛 她赶紧到医院 医生一看惊觉不对劲 帮她上局部麻药后 果然发现 在耳朵的地方呢 有她遗失的耳环 医生表示 穿耳洞就是个伤口 愈合过程中 可能把耳环包埋在耳肉内 造成反复发炎 开刀后将耳环取出 涂抹药膏两周后就康复 医生提醒 要打耳洞最好选择 在医院施打 预防协议传染风险 我们会使用 所谓的流制针头 安全针去 经过消毒之后呢 将这个流制针头送进 我们就是想要穿耳洞的部位 打完后三个月就可以更换自己喜欢的耳饰 尽量避免打在耳阔的软骨处 因为耳阔血液循环差 若是细菌感染容易并发耳软骨膜炎 严重的话会造成耳阔永久变形 另外若是有蟹足种病患 也不要任意施打耳洞 避免增生蟹足种 组织役必须开刀切除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